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来看高颜值CP仙侠剧 三世三世十丽桃花 上集说到,白浅想退婚 叶华让他晚上云拿截破灯 叶华走后,白真来找了他 取笑白浅这几日在天宫的行为 认为他喜欢上了叶华 白浅背他这么一说,竟也有些感觉了 晚上,白浅去找叶华取截破灯 远远就看见他在喝酒 白浅看着他喝过的空罐子 觉得他并不像奶奶所说的酒量浅 叶华看到他让他进屋 他将截破灯给他看 告诉他要日夜不休的手三日不灭 一些素素的记忆在白浅脑中显现 白浅以为是烦怨的气息扰了自己 白浅为截破灯要报答他 叶华说没有什么想要的 他只好离去 他却说自始至终只想要白浅他一人 白浅愣住,叶华将他抱上了床 他回过神来 发现叶华用法术把衣服都变走了 叶华醒来 难难道 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有他了 这一夜白浅做一个梦 梦到一个凡人与自己一样 这对夫妻十分恩爱 一夜 那个女子不顾男子的托付 跑出了草屋 尽管是在梦中 白浅也觉得十分心痛 早上他发现自己在自己的寝宴 叶华不在了 他起身去找叶华 被告知他已经毁天宫了 离开时凤九来找他 告诉他自己回来了 回了九重天的叶华向天君请命 要去毁了神之草 天君表示疑惑 叶华以隐患为理由 天君答应了 他决定独自一人前去 并告诉嘉云 若他三日后没回来 一定要阻止任何人接近东营 尤其是青秋白浅 白浅点燃了解破灯 便要三日不眠不休地守在碟庸昌前 蝶峰特意从昆仑区回来 拜见白浅 白浅觉得不能再瞒了 与蝶峰相认 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蝶峰 七万年来 无时无刻不再寻找他们的蝶峰喜极而泣 胭脂带着玄女和子兰去了东营 离境派的人报告了他们的行踪 他想到胭脂可能是要去取神之草 决定要亲自将他们带回异界 他们三人来到一处洞穴 胭脂打算自己独自前往 特意将玄女嘱托给子兰 要他们二人在洞口守候 子兰担心胭脂便跟了进去 玄女也跟进了洞穴 上古凶兽凶猛无比 胭脂被筛打在地 子兰也无力对抗 离境异界的人赶兰与司头猛受搏斗 并让子兰将胭脂与玄女带出洞口 玄女拒绝 子兰只好带着胭脂出去了 洞口处见到了翼华 翼华得知异界人在洞中 担心他们图谋神之草 离境正在洞中与那四头凶兽搏斗 翼华出现 玉剑与四头凶兽搏杀 离境要带着玄女出去 玄女无论如何都不出洞去 三只神兽被斩杀剑下 另外一头饕贴不知所踪 夜华取下了神之草 玄女突然捡起剑来刺向了夜华 夜华挡了玄女剑 此时 陶梯突然咬住她的右臂 并咬了下来 夜华忍着剧痛 斩杀了那头陶梯 失去右臂了 从灯宁岛出来后 夜华将岛毁于大海之中 胭脂醒来后 求夜华给自己一株 夜华便给了她 玄女躺在离境怀中 说出了自己的真心后死去 夜华打算离开 离境安置好玄女 问她取这神之草 是为救莫冤 夜华不语 她劝夜华 若唤醒莫冤 情仓可能会破终而出 对于离境的不解 夜华却说 这是浅浅的夙愿 昆仑须先贺其名 二师兄看到此情很不解 二师兄看见夜华 一身重伤地出现在大殿门口 想借昆仑须的炼丹炉 她用自己的修为炼成了丹药 她来找了哲言 把丹药给了她后就昏倒了 哲言却连池撈了一个莲藕 为夜华做了个手臂 白浅守了截破灯三个日夜 莫冤的元神已经结好 她决定休息两日后 便去东宁取神之草 凤九和白浅正在散步 思命来找凤九 思命先是恭喜凤九 三百年了 终于将这恩报完了 并拿出了那个箭头 和帝君对她说的话 告诉了凤九 凤九看着那枚箭头 心中伤心万分 她来到她与帝君 躲避追杀的那个茅草屋 却碰到了帝君 帝君对她十分冷漠 不顾凤九的哭诉离开 夜华在哲言的医治下醒了过来 夜华醒来后就问 白浅是否在西海 白浅散了散 告诉夜华现在正好是三天三夜 夜华让哲言把丹药给白浅 并告诉她这一切是哲言所做 哲言不解 为何不告知白浅 夜华笑白浅不喜欢欠人情 若就陌云十分的神 还不如不说 哲言问夜华可有想过 陌云醒来 情仓会破终而出 夜华坚定地说 她一定会保护好天下苍生 夜华怕阿里看到会伤心 让承玉带阿里去临山法会待几日 她命人去天君那边复命 自己毁的都引导 但也没了并生修为 说罢便昏了过去 哲言来到东海 将丹药交给白浅 她因为是哲言耗了自己修为恋程的 有些感动 她关心哲言 但哲言受了一划嘱托 只好说当初父神将自己抚养长大 就当是报恩了 哲言心中有愧 嘱咐白浅丹药怎么用就离开了 她回了青秋 安排弥谷去异界找异君 蝶庸扶下丹药 身体承受不住那丹药昏了过去 蝶疯来看白浅 白浅害怕师父还是不会醒过来 她安慰白浅说 一定可以等到师父回来 胭脂将孩子抱回了异界 黎静看到不由的伤心 她打算用自己的修为 将神之草炼成丹药 救活着孩子 弥谷受哲言之命来到异界 把哲言的话转告黎静 带着异界的玉魂来找白浅 告知她要将玉魂放在蝶庸身上 三日后她就会醒过来 白浅未救莫冤 打算时候再去了解 白浅休息了几日 用了追魂术去查看原神 带白浅走进墨渊原神 看到这仙气并不是折颜的 她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叶华 心中实在震惊 她急着去九重圈见叶华 叶华强忍着身体的虚弱 看到叶华坐在桌前 左手撑在桌面上翻看公文 白浅看到叶华那张 面无叙色如白纸般的脸 不知还剩下多少修为 强忍着泪水看着叶华 叶华淡淡笑着看向白浅 她问叶华还有多少修为 也问她的用手为何不动 叶华强忍着疼痛一一紧事 白浅看出她的意思 便找借口离开了 时候的叶华却咳出了血 白浅去找哲言 她只好一一告知 她知道真相后 偷偷来找叶华 却被叶华发现 于是二人睡了一夜 夜间 叶华去了店外咳嗽 白浅听到她咳嗽十分伤心 成玉和阿黎从领法先会回来 路上遇到了领宝天尊和帝君 她听了二人的对话 以为帝君要深归混沌了 胭脂来昆仑虚找子兰 向其裂丹炉一用 子兰知道胭脂未炼丹 法力已耗尽 于是她用了自己的修为炼丹 二师兄把丹药给了胭脂 还有子兰为她写的调理方子 胭脂没有看到子兰心中失落 婴儿服下了丹药 也是醒了过来 黎静和胭脂都十分开心 子兰欣慰地笑了 白浅看着叶华绘制阵法图 成玉和阿黎这时回了天宫 成玉看到白浅想摸摸这位女上神 被阿黎拒绝 叶华要为白浅和阿黎作画 白浅邀成玉一同 没想到画好后却没有她 白浅看着成玉不开心 说叶华近日体力不知 阿黎不知是什么意思 成玉也害羞地说不出话 白浅也不知如何回答 却被叶华抱了起来 回到了紫辰店 白浅告诉叶华 她要收回退婚的话 并自己定了成亲的日子 原本伤心的叶华高兴极浪 叶华问白浅 七万年前 她是否会听墨烟封印东黄中 她说 如果有机会 她一定会去 昆仑旭的弟子也会去 觉得自己应该站在她体面 白浅让叶华安排煮点茶 工碧担茶进来 她偷偷把氧气补生的丹药放进茶里 事女看到后 找雷薛娘娘 素景也污蔑着白浅 于是二人急忙赶去紫辰店 叶华告诉嘉云 东黄中若勇欲动 第一时间来告诉她 雷薛娘娘和素景赶来 但叶华早知白浅的所作所为 雷薛娘娘知道后 提议让他们二人的婚事提前 阿里很高兴 一旁的素景十分的怨恨 雷薛娘娘走后 白浅叶华郁闷添足的规矩 叶华对她这种行为 却十分欣喜 因为她在她的面前 与常人不同 白浅心里想 提前去跟四位哥哥打成招呼 好提提他们的婚事 叶华求天君提前婚事 天津大喜 叶华亲自请君完婚 天津认为自己安排十分妥当 这时 叶华的夫君说 叶华杀了父神的神兽 按天族规矩 叶华应当下凡历节 天津并命令叶华下凡六十年 命运铺上也是一纸空白 叶华在凡间的一生 就看姻缘忌讳了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 以上便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44到48集的内容 还想看的 评论回个还要看 看得爽 点个赞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都能看 我是雪梨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别忘了 我这边 不吝点赞 这个人 还没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